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一朝有好消息 民主黨的前議員林卓廷在Facebook專頁上載被拘捕片段 廉政公署人員表示拘捕林卓廷 涉嫌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7月這一段期間 公眾或部分公眾披露一名正接受廉署調查人士身份 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的第30條 被指涉及披露721受調查人士身份的資料 去到早上9點半左右 他坐七人車去到廉署總部授查 並且將會在下午2點半提堂 有網民說到,即時辰到了 有些人也有網民說到 廉署送聖誕禮物和新年禮物給香港市民 看完林卓廷被捕之後 其實也可以提提大家 香港早前有12隻畜生想游泳走路去台灣 結果被內地的海警捉了 他們的12門徒今天就會開審了 由於可以說是證據確鑿 預計案件是會很快審結的 網上就有些說法 說到預計這個判刑是會重現的 即是會傾向比較嚴格的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案件並非普通的偷渡案的 他背後所逃避的刑責就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 以及他走路的目的地是台灣 當中 雖然這個判刑可能是會重嚴 但是整個案件的重點反而未必是刑期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可能這12門徒是會出現爆料的情況 在庭上會不會公開幕後勢力 以及包括黑金的來源等等 這些才是這個案件的重點 在下則的消息 香港的各大學在過去一年先後 就經歷了黑暴和疫情的打擊 但是就有媒體翻查多間大學的最新財務報告 之後發現各間大學的盈餘 竟然是教去年有明顯增長的 其中曾經租黑暴強行佔領的理工大學 在今年度錄得超過9億元的盈餘 教去年增加超過5億元的 香港科技大學和浸會大學分別錄得大約3倍至4倍的增長 三間學校總計盈餘多達27.7億元 部分的原因包括政府資助和捐贈的增加 加上疫情和社會事件令到校內的教學研究一度停頓 所以令到營運成本大減 在此消比搶之下導致盈餘大增 再下一則消息 英國近期就出現新冠肺炎的變種病毒 香港政府上個星期就下令禁止所有由英國的在客航班來到香港 有香港人現時被迫制留在英國沒有辦法回到香港 當中更有長期病患患者 有需要回港覆診 也有懷孕33州的孕婦等等 根據了解 該批香港人已經成立社交媒體群組 人數多達250人 該群組內的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因為探親而去到訪英 其家人在英國生活或讀書很久 來自不同的城市 例如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等等 當中沒有任何人因為旅遊而到當地 然而他們目前因為香港政府禁止英國航班抵港而滯留當地 據悉當中部分人因為急需回港 有人已經採取其他的策略 先行離開英國 例如先飛往杜拜 在當地停留21日之後再飛回香港 也有人提出租借貨輪回到香港 入境處表示 在收到香港人的查詢和求助之後 即時提供相關的資訊 及按期的意願提供可行的協助 也會起有需要的時候聯絡中國駐當地領事館 又指在外的港人如果需要協助 可以致電該處的24小時的求助熱線 這一則的消息 我看到有一部份人會有這種想法 那些是不是黃絲來的 是不是拿著BNO說要走路的人 現在又說回禮 其實老實說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想的 首先我不排除有這種人 如果是這種人我都會這樣想的 但是大家要客觀點這樣說 不是說所有去英國生活的人去讀書的人 都是這種人的 我是認同一種說法的 不要說是不是香港 全中國的人如果他能夠去外地讀書 特別是可能是讀一些更加適合他 或者是內地租國或者香港沒有讀書的範疇 那別人出去學習是一件好事 作為儘管租國人也好香港人也好 去英國去賺英鎊回來 不是更加是一件好事嗎 那不是說所有去外國生活讀書的人 都叫做要走路的 那整體上我自己覺得 這裡二百多人的群組 那不排除更加多人 因為消息可能會延期的 那他們現在兩條大路 一就是用最多的錢自己解決 就飛去第二道 stay 21日再回來香港 而且客觀點說句 第二道會不會斬籃不讓英國飛過去 都未知 是不是 可能遲些你都沒得走這個方向 那另一個就是留在當地 那看看中國駐當地領事館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那這個國家層面上幫你 那如果你說香港 政府真是給特權他們 給他們回來先 我覺得這條數呢 有很多東西 有問題的 誰要揹飛呢 是不是 即是現實點說句 給特權你 你回來 機都沒有的了 那是不是要包機呢 包機的話 是不是又出另一個問題呢 你們可能 現在這二百多人裡面 我粗粗地這樣說 十個家庭 都不止了 是不是 沒有可能 只有十個家庭 你十個家庭裡面 可能有一個家庭 其實是感染了的 另外那個九角 跟他坐同一班機 一起回來 簡稱一鑊就熟了 那部機的 那到時候 落地真的這樣的話 你怎麼解決呢 誰批這個包機出來的呢 問不問責怪我們的政府 下地之後怎麼處理呢 居家隔離 嘩你不要玩了 是不是 即是神經病的 那不可能居家隔離的 那你要安排人 給這些人去 處理他們的隔離情況 那政府真的要安排得很好 如果不是的話 真的一爆炸的話 就 第五波疫情即時降臨的了 好了 那去到影片最後部分 跟大家看一下觀眾留言 那這位觀眾呢 最主要就講到說 Simon 如果在國內買樓之後 想賣出去 又會不會沒有二手市場呢 那還講到 如果賣到了 那些錢又能不能夠安全 這樣帶回去香港呢 那也都再講到 因為呢 我鄉下的樓 見到很便宜 想回鄉下 過了餘下的日子 但是呢 又怕過不慣生活 那所以呢 想講解一下這方面的事情 那首先我自己不是專家 都是把我所了解的事情 告訴大家 因為我自己都有意地去 了解內地的房屋市場等等 那先講回內地的二手市場 那樣 我覺得啊 很明確的 香港的二手市場呢 是成熟過內地很多很多的 那很簡單的 香港不夠樓住 迫著你都要買賣 都是買賣二手市場 但是內地就不同的 內地二手市場相對 真的沒有那麼成熟 那就視乎地區的 一線城市那些 相對沒有問題 因為很簡單 一線城市都沒有地方給你發展 真的沒有地方給你發展 它只能夠繼續向外圍去建 但是那些有距離 對不對 例如深圳 只能夠向其他地區發展 那意思 所以呢 他們是有二手市場 因為你無法選擇 你只能夠在這個地方買 舊樓你都要買 這種就是二手市場 但是去到二線城市 二手市場可能已經有差距了 那個交頭的成交次數 它可能有 但是成交次數都不如一線市場 然後如果我不知道 你所說的鄉下在哪一處 就是會不會根本不是城市 簡直是某鎮某村 那可能二手市場會更加差一點的 老實說 是真的不排除 你買了 是預料了 不會有人買你的房子的了 OK 那不排除一樣東西 因為你要知道 內地有很多地 其實 那如果你的地方 相對沒有那麼發達的 你有沒有想過 你這裏有層樓 沒錯是值100萬這樣 但是有人想買房子 那市場就有一個發展商 在另一個空地上蓋房子就可以了 根本就不需要買你這層樓 這個才是重點 是不是 永遠的人都是想買新樓的 那直接就蓋新樓 所以根本不會買你這個舊樓 這個就是說 沒有二手市場的基本原因 只是香港的二手市場 好聽些就好發達 不好聽些就是 我們有地都不可以蓋房子 這個就是最現實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鄉下在哪裏 所以我不評論你那裏 有沒有二手市場 你自己要自己衡量 好了 然後賣了一些樓的錢 又能否安全帶回香港 安不安全 我當然要假設你是合法的手段 合法的手段應該很安全 那反而我想說的就是 內地有資金管制 我不知道你鄉下的樓是很便宜 是幾便宜 是不是深圳南山區 一億幾千萬那些 或者某村是幾十萬那些 當然不同 是不是 那內地以我所知 現在如果你的錢真的進來了 內地 那你是 如果你的錢真的進來了 那如果你的錢真的很大 你是不可能一瞬間 把錢按出去 那我不知道你的錢多大 你自己問 應該是 每年你是能夠有多少錢 按出你的戶口的 即是離開內地的境內 所以這部分你要自己看清楚 是的 然後我最後想說一說 因為你後面所說 第一我看你的字眼 好像你是一個退休人士 或者是年長的人士 然後就說想在鄉下過生活 但是又怕不習慣這樣 那我自己是有一個建議的 就是 就是你上面的問題 雖然我回答了 但是你不要管 是的 不要管 為什麼不要管 因為我建議你不要買樓 住 OK 我建議你不要買樓的 原因為什麼呢 我覺得 你們這一組 相對 退休人士也好 年長的人士也好 你們要用回你們的優勢 就是 可能你已經有一些錢 可以在鄉下買樓 你不如倒轉 不要買樓 那筆錢 例如你在香港銀行 自己做個定期 放在那裡先 你怕在內地的地方 你的鄉下住不習慣 那做一個方法 你不如來內地 你的鄉下租樓 租一年兩年 那你 其實就是 最多 就虧過一年的租金 你簽一年租 第二個月不習慣 你已經走了 那你就虧足這十一個月租金給他 沒有問題的 你不習慣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總好過 你最便宜 我估計可能幾十萬的錢 在沒有那麼發達的地方 買了樓 然後 你住了半年不夠 你覺得不習慣 想走走不到 各式各樣的 你的手續買賣都麻煩 那 所以我覺得這樣 反而你不用麻煩 你不如在這裡租一年兩年 啊 覺得真的OK 你才選擇去買它 這個是我認為的 更加適合你的方法 對了 好了 那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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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下期再見 大家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